第一队情感嘉宾 刘先生四十二岁 来自北京 职员 王女士四十二岁 来自北京 职员 他们究竟遇到了 怎样的情感困惑 怎么评价你们的感情状态 我们俩现在就像合作的室友 家里边感觉只有我一个人 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咯咯咯咯事情 这个家谁的付出要多一些 为了跟他好好过 我连孩子都不要了 我付出的够大了吧 当然是我不做得多 所有家务都是我干 他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 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 我不能像他一样 做一只酒底之蛙 这短片当中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 这男生说 为了他我连孩子都不要 这是怎么回事啊 年轻的时候 为了双方事业 所以这个事就一拖再拖 王女士也想着 双方没有孩子 当时也是说二人世界 更加甜蜜一点 结果到现在呢 各忙各的 反而两个人的感情 越来越疏远 那我冒昧地问一下 就是到今天为止 您二位还有要孩子 这个打算吗 我老公可能还有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身体 不见得能满足这个心愿了 因为我也看到身边人嘛 包括在孕前准备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针啊 寻医问药啊 那个艰辛可能是我 现在就已经打脆肝鼓的 那这个算是 你们现在的一个矛盾吗 算是一个吧 是这样 就是我跟我老公 属于是那种网友奔线 实际年前 我们就是在线下一间念就好了 两年左右谈恋爱 然后我们俩就决定结婚了 但是刚结婚 他的亲戚就开始话里话外的 跟我们说 你们也不小了 这个年岁要个孩子 然后对父母也是一种孝顺 而且最主要是 亲戚说完话之后 他会传到我公共婆婆那边 我公共婆婆也开始 加入了这个阵营 我们在过年回去的时候 针对我 就说你们两个那么大岁数了 我当时想我怎么大岁数了 那会儿还不到三十五岁 然后说要个孩子 以后我跟你爸 还能有体力给你们俩看 我是属于相对来说 不太喜欢一件事 反复地去解释 所以后来这个事情 我就有怼回去 爸爸 其实是这样的 确实应该要孩子 但现在是条件 我可能觉得还欠缺一些 我们也想再奔奔事业 谈过一两次之后 我公共婆婆是不跟我说了 但是我老公每次回家 都是带我的 到那以后 我老公开始不带我回家了 避免矛盾 我带着你去了 他要催我拦不住 他一催完了 你就不乐意 那怎么避免矛盾 那不去岂不是更大的矛盾 而且都在一个城市 对啊 但那我就主动邀请呗 可以不去我婆婆家 得去我妈家吧 我爸妈 对我老公跟儿子一样好 然后十次邀请去两次 没有必要跑那么勤吧 他那边的父母年龄 要比较大了 你要去了之后呢 又伺候你吃 又伺候你喝 我觉得老人嘛 还是保持一个 他那个生活状态比较好 我觉得如果我 跟我婆婆公共的关系 以及我老公跟我们家的关系 到这种少走动 甚至说微走动的情况下 我就会联想到 如果我们俩有孩子 我的孩子 公公婆婆会真的帮我带吗 那你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因为没有孩子关系 才会这样疏远 所以我又用第二个方式 想验证 我不要孩子这件事 是不是对的 就是我们俩 前两年养了只猫 那猫呢 是我主动拿回家的 你养猫是什么目的呢 就是为了测试它 看看我们俩 自己是不是能有 这个教育观上的一致性 因为生物也是有灵性的呀 如果一个猫能养好了 我们的责任心在孩子上 其实也能体现一部分 然后那个猫呢 养了不到两个月开始 就已经无法无天了 可以半夜随便上床 然后如果那个猫上床 踩了我 我应激反应 打一下那猫 它就跳起来 然后抱着那猫去打我 我跟它永远是 以猫为战争 就是我想管那猫 它就一定不让我管 我老公经常出差 我在家看那猫的时候 那猫就很听话 该体质正常正常 减肥减肥 不进屋都是可以的 只要它一回来 那猫见着它之后 立马就变回原来的样子 人对于宠物 基本上是没有要求的 人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是有要求的 你要求一个孩子 成长过程当中 学习要努力 见到长辈要懂礼貌 这我都特理解 你要求这个猫 那个按时做席 按你的要求吃饭 就是你对猫都有要求啊 因为我是这样的 我看起来好像很独立 但是我从小就是父母腻啊 就是腻爱到什么份上呢 我吃葡萄 我妈要把籽给我挑出去 我爸爸在我已经是三十岁的时候 还在帮我洗袜子 我是这种家庭出来的 你现在吃葡萄 你妈还帮你吃我籽 只要我们俩回家 就是给他擦鞋啊 也是很少去看 然后但是上大学之后 毕业那会儿 我就觉得如果我一直 在这种环境下 我很舒服啊 真的很舒服 我觉得跟我们家猫 没什么区别 跟小孩也一样 很喜欢这种环境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社会是我妈猫 社会是我爸猫 将来我上班的时候 我领导会这么对我吗 所以我不希望 我将来孩子也走这条路 因为我反抗了很多年 包括我结婚的前两年 我不回家 我妈就哭 最后也是被我调整 到现在父母 能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很艰辛的 小时候念孩子 我认为正常 但是一个人一旦 养成了他那个 惯性思维之后 他不可能说 孩子实起最后 父亲突然不念爱了 我不信 你问过你老公吗 他将来如果有个 孩子养育方式 是念爱的吗 他连养只乌龟 养只鱼都是这样的 那你们现在关系 越来越疏离 除了就说俩人在家里面 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沟通 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 感觉两个人 越来越疏离呢 有啊 像现在都很少 一起出门 如果是去超市 买个东西 是吧 去菜市场买个菜 那已经出去 办点什么事 现在都很难 两个人一同前往 不一起出门的原因 是他嫌我磨蹭 嫌我慢 然后就会在 从开始嫌弃我开始 一直说一直说 那个至于吗 八点钟都开始起床了 怎么九点钟还洗澡呢 你能洗快点吗 不洗澡不能出门吗 头必须得梳吗 这妆就得化吗 咱不就去个超市吗 就不停 这超市离您家多远 超市不远 不行 十分钟 但是我确实是 比较在意 这超市是要化妆的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从超市离开之后 我觉得一个人 就可以把东西拎回去 那我就可以直接去办公 去谈客户 等等去会友 要不然每天在家 你对着我 我对着你 大眼睛是小眼 他又挑我 你迟到 你们同事 你们这些客户人的 怎么说你 这个事我就理解不了 我老公对我的迟到 介意到已经到 发指的地步 但是 真的迟到吗 真的迟到 但是 我迟到五个小时 我别的朋友都等我 这也跟我这么说 我的朋友都不嫌弃我 你嫌弃我什么 我说那是因为人家 跟你有工作关系 哥 哥 哥 您别说了 我知道您那地位了 您就看啊 我化好了妆 你等着 我出门你跟着 我到了超市 你去滴漏着 超市逛完了 我美美地走了 你把东西滴漏回家去 这个行业在重庆叫棒棒 从这儿到你商场 您买什么东西 五十公斤以内 我给您挑回家放门口 这么好大 这一路您给三十块钱 您干行吗 真的 北京有吗 这是在重庆 柯老师到门能骂我吗 能说我吗 我能骂你吗 来 咱们看看 朋友都怎么评价 你迟到这件事 叶尔这次已经是很OK了 才晚十分钟 已经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 够给面子了 你看上面大家说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最大的腕都是最晚来的 姐腕多大呀 就是这话你们看着 觉得是有一点贬损的意思吗 肯定是有的 这是正话蛮多 肯定是有的 你是甲方还是乙方 甲方 一直都是甲方 所以嘛 谁敢说您不字啊 你的饭局多吗 每天 基本 那你老公想见你 是不是得预约呀 你是不是又这点 特别嫌弃我 老觉得 经常的 因为他回来得晚嘛 到家就是十点十一点了 到了家以后呢 一两个小时都不进屋 因为我们家 我老公不做家务 进了门之后 开始洗衣服 然后把他留在水池的晚要洗掉 然后要擦地 经常是会坐到凌晨一两点 就是你跟你老公 基本上一天是见不着面的 白天一上班 然后晚上回来 他睡觉了 您做家务 你们两个人 哪有交流的时间呀 您出去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什么之类的 你有没有想过说 我带着我老公一起去 这个就是我一直也跟他说 我的社交圈 对他来说 基本都是透明的 我说那我是不是 应该进入你的社交圈里边 最起码 有的时候忙的时候 我找你找不着 那我通过你的朋友打电话 也能找到你 现在有的时候 他不接电话 我会根本就联系不到了他 他的社交圈透明 是因为万年不换朋友 然后呢 而且我从来没有主动说 进入他的社交圈 都是他每次强行让我去 我觉得作为尊重 怎么都得露个面吧 说实话 我觉得吧 他这个社交圈 说话又比较随意 完了说话又没有分寸 相互之间的 特指他和异性 对对对 尤其是经常晚上 打电话很亲密 我以为是女的呢 后来之后发现 是个男的 亲密到什么程度呢 亲密到 那大家看看吧 宝贝 上次我跟你说的 三堆那个事 你得上点心 尽快帮我去问一问 好不好 放心放心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一定要上心 放心吧 这只是放出来的 还有一些可能 说的相对之间 更亲密的话 就是我很亲密的 一些男闺蜜 她们就会这样 你有好多很亲密的男闺蜜 会 你会把自己的工作伙伴 而且都长得像 您边上这位选择这样的 就类种类型的 你真是 你自己说话都帮不了你 好家伙 您的男闺蜜 都是我二哥是吗 不 是这样 在我的世界里 除了我老公是异性 我觉得对于我其他的合作伙伴 都是同性 没有性别 你老公刚才还说到一个细节 我觉得这个必须得问你 他说他经常联系不到你 就是可能当时 未必能接到电话 或者是及时回复 但是事后看见 一定会回复回复 险几天有一次吗 就是 他说能早下班回来 让我做点饭 晚上好一起吃饭吗不是 我这下班回来忙活半天 等了大概两个小时吧 这人也没回来 打电话呢也不接 发微信也不回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好不容易接通了呢 又给我挂了 到了很晚才回到家 老刘啊 甲方发话 今天晚上要跟你吃顿饭 你不得麻溜地坐 好好的等着 等两个小时 你有什么意见 那么多个乙方 等他都等习惯了 老师您冤枉我了 我觉得在这里头 我是乙方 因为当时是疯狂夺命抠之后 是啊 这就是他坐的 不专业的地方嘛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又回去哄他 这是带了夜宵回去哄他 回去之后 所以都哄你了 你还不赶紧接受 一盏灯都没留 甲方哄你了 你应该立刻无条件地原谅 进门一盏灯都没留 然后呢 我把夜宵放在冰箱里之后 我就到卧室去哄他 关着灯 一句话没说 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在他没醒的时候 我就走了 走之前我又跟他说 老公我把那个早饭给你做好了 一个做饭的甲方 然后我走的时候 就一个字 你们夫妻两个人已经生疏到 把日常家务当做道歉手段了 谁把猫收拾好重要吗 是 谁做早饭重要吗 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觉得是态度感 到最后变成 我都给你做了早饭 你居然只给我一声嗡 我都把猫照顾好 你居然敢敢还不原谅我 所以人家一直说自己是甲方嘛 这甲方做这些事 您不是刚才也说了吗 这能是甲方做的事吗 就是 来吧 咱们说一说 今天您二位来到我们节目 希望调解的是什么问题 如果说有一个孩子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 好 懂了 您就一句话 要个孩子 对吧 来 女士 您的目的呢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 没什么问题 只要他能稍微 多多理解一点我 就OK了 我真的还想多问一句 这个先生 这要没这孩子 你们这日子以后怎么过 那希望他把时间 能够更多地放回到家庭这边 陪您多一点 对 对 所以男生的诉求 其实生不生孩子 他都很爱这个女人 你要给我多一点爱 给我这个家庭多一点爱 有没有孩子 我都能接受 您二位的问题 说得也差不多了 咱们听听他们怎么看 您二位的问题 好不好 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 这个大哥他的心情 就是我刚才听到 我都要哭了 因为我觉得 就是感觉 对方没有太关心自己 我觉得两个人 还是要互相理解 慢慢地一步步 把事给解决好 就比如那个女方呢 她说有很多男闺蜜 还叫她宝贝 这一点我是真的忍受不了 接下来呢 咱们就听见 我们情感聊一团 大家是什么意见 别说有孩子 就现在没孩子 你们俩的矛盾都这么大 女生就是一直在忙自己的 工作及生活 男生呢 她就在家里一直等着 等到最后烦了 不等了 你有很多的客户 你不能把客户变成朋友 你却把自己老公 变成了陌生人 你认为生活当中 什么最重要 我压根就不认为 你曾经想要过孩子 都是在逃避 都是在找借口 你就想把让自己生活过得 如你小时候 被自己的父母呵护那样 你可以任性 你的朋友都惯着你 但你老公计较 因为他和你在一起 他是要找幸福的 而不是找一个甲方的 知道吗 所以在爱这件事情上 你必须得付出 我们生活当中 不是只有事业 这句话对于您而言 对于我而言 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两个 可能是同样性格 我也是事业为重的一个人 但是我更多的 我希望能够顾及到 我自己的生活 因为人生不只有事业 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边界感 人与人的相处是有边界感的 包括甚至于跟父母 也是要有边界感的 有些话也是不能讲的 所以这个边界感 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但是反而你把这个边界感 更多的是给到了老公 这点我是非常非常不认同的 经常有人会问女性一个问题 说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事业和家庭就是平衡不了的 那我在这边做得多 这边一定会牺牲 可是关键是 你是不是觉得 事业给你带来了更多的乐趣 忽略了家人 然后家人的感受 没有那么的重要 像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少 我们内心会有愧疚 我们会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 或者其他的时间 更多的弥补 但是你是在于 我内心毫无愧疚 我也从来没有觉得不合适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那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还爱这个男人吗 我还想跟他过下去吗 如果您想过 您还爱这个男人 您就必须要做出改变 但如果您觉得 我现在这样的状态 我很满意 我乐在其中 我也无所谓的 顾及他的感受 或者说我顾及不到 我心里没有就是没有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其实大家最好说清楚 不必拖累另外一个人 你们俩 第一个对现实不满 对婚姻状态不满 但是又在彼此 懒于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 任由自己的婚姻 朝着一片灰暗 日复一日的前进 再有个十年二十年 就真剩大眼瞪小眼 又不得十年二十年 你们二位谁想做改变 咱们举个手呗 都想做改变是吧 老刘想做改变 特简单 从做家务开始 继续保持你以前 就是跟着逛超市 滴落回来 就是棒棒该做得做 家政服务员该做得做 没事呢就得哄着 然后这位呢就是 您能就是别起早贪喝的 你就不能按时上下班 回家做饭的时候 帮个忙插个手 你们俩真谈不上孩子的事 就是你们俩改变就这个 没别的 就是一个从小被宠溺惯坏的女生 所以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 我担心的是你不是她 你不就喜欢别人宠着你吗 都说鸭儿姐你真能干 你看我们都脱你的福赚到了钱 你喜欢被人娇宠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呀 这个男人不宠你了呀 他不再给你那份溺爱了呀 你回家感受不到这份 无限地对你的喜爱了 所以男士我觉得 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 在这十几年婚姻当中 你觉得她没有成长 没有给到你家庭的温暖和爱 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关注 你可以真诚地跟她说 你可以真诚地去经营 你也没有好好经营 你要让她感受到回家 你给她的温暖 是让她最放心的吗 你也没有啊 你连家务活都不干 所以我觉得你也没有努力 你们都在放纵自己的感受 谁也不去经营 男士你真诚一点 希望得到什么 告诉她 孩子解决不了问题 真心去爱这个女人 才能有幸福的婚姻 接下来时间留给二位啊 你们坐在那儿 好好想一想 来 有请我们的王先生